我飞到碧海燃尖 想逃逆你的视线 你仍然守候我 回到你的心间 孤单陪伴我的黑夜 你的爱令我出狂烟 在职场上 我们可能会遇过一些不公平 甚至是大细超的待遇 遇到这些情况 你又会怎么去面对呢 演艺人李彩华 在星图上多次被人懒待 加上两次和旧公司解约 令他在娱乐版上 给人一些负面的印象 为什么他仍然能够在娱乐圈里 让他继续发展 还凭着内地一部剧集走红 16岁入行的李彩华 初出道就被称为 正东力捧新人王和玉女接班人 不少年轻一代 都被他甜美的外形吸引 其实我记得在我读中学 忘记中学记 我那时十四岁多 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做模特 那时也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自己十几岁又可以赚钱 那时有时可能拍广告 已经是有几千元 几万元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生来说 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平时逛街又可以不用想 又可以买东西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到后来做了大半年的时候 当时有另一个经理人 就是Paco 可能看到雜誌 看到这个女生也可以 就签了我 开始做唱歌和拍戏 但只不过一年时间 李彩华的工作越来越少 曝光率越来越低 即使歌曲 《你不爱我》唱到佳之航文 但他看不到自己的前景 意志挺烧极的 因为觉得那段时间 例如沙士的时候 看到全港所有的演艺人 歌手 全部都去了一比九九音乐会 但我自己没有份去 我在家看 我就觉得 为什么公司会把我摆到这么低的位置 其实当时也挺不开心的 都觉得既然是这样 不如一算解约吧 不如不要继续下去 还有很多人找我工作 只不过找我工作的人 之后跟我说 那时公司说你没有期 我心想 没有期 我只是每天在家睡觉 然后又起床看电视 都说我没有期 到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即决心是要解约 正正在那段时间 李彩华的爸爸牵下巨债 他也要和爸爸清华债务 其实挺急的 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环境 也不太好 所以其实也很想 可以有多些工作 去解决家里的困难 但往往就是在那段时间 工作真的少得很重要 令到我们过活也比较艰难 记得当时妈妈也会去问 一些亲戚朋友借钱 其实那段时间 自己也觉得挺难过 那段时间 人前风光,杯后垂淚 李彩华仍然记得 在那段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拍电视剧 当时也和现在的乐坛 的天后一起拍 我记得当时拍一场戏 就是要穿拖鞋 我们穿完这些衣服 穿拖鞋 那些拖鞋太小了 我跟服装姐姐说 姐姐可否换一双大一点的拖鞋 她的口面是很不舍的 那些说没有 我会觉得 为什么呢 我有得罪过你吗 因为当时我没有助手 没有助手 没有人照顾我 而另外其他演员 或者歌手 他们全都一群人一起 都是一个团队 之后 另外那个乐坛天后 当时还不是乐坛天后 就去问那姐姐 姐可否换一双拖鞋 那姐立刻说 没问题 我现在会找给你 然后就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工作 不需要这样 所以其实那时 都觉得 都遭受到白眼 对 虽然现在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不会再想起这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就是一个经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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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不知为什么 每一次好像每一间公司 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 那 即我转了公司 第一间公司 我都需要赔钱解约 很辛苦 因为觉得家里的经济不好 还要去找一笔钱去解约 但是 幸好当时解约那笔钱 跟第一间公司解约那笔钱 就是第二间公司 他借给我先的 预先占资 那样 因为那时第二间公司 就是因为赵小姐 当时的老板 后来 就因为他和林珊 离婚的事情 他就被假空了 就没有回公司了 那段时间 就开始他不能理我 那些事情 结果 就开始 工作量又开始减少了 到后期 赵小姐真的离开公司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都真的会离开 我就说 赵小姐你要帮我解约 你帮我 其实我也想离开 因为我觉得 好像留在那里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发展得更加好 其实觉得自己不幸那段时间 其实都 都觉得 都有问天 其实都觉得 其实我自己 试问自己做的每一件事 都很正确 我又没有走什么歪路 为什么我每一次 都要经历解约这件事呢 我们经历解约 我自己会觉得 我是寻求另一个更好的公司 和寻求另一个更好的 一个工作环境 但是可能 在大家看娱乐版的朋友 就会觉得 哎呀 李初华又解约了 肯定是他很麻烦 又什么 又肯定是他不好 别人知道他要解约了 但其实往往就不是的 有时候都会觉得 可能有些人 可能会这样误解 或者误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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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 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中间 其实也都 那段时间 我也不会真的不开心 那段时间 但反而因为赵小姐 是很不开心 那段时间 因为她是离婚的事情 要不断 拖了很久 她就开始回去教会 明明姐 美丽之家 那段时间 因为我的工作量 也不太多 她就叫了彩华 不如一起去 听茶经 去明明姐 那里 美丽之家 我也觉得我可以 听听 其实带着一个 轻松的心态 去听 因为正直 我也是要解约的 那段时间 她说 你祈祷 祈祷 祈祷 她一定会 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 去帮你解决到 你的困难 你之后的道路 会帮你去编排 那我也可以了 那时候 虽然不是很懂得祈祷 但是不要紧 自己骑车 晚上睡觉的时候 骑车 没有人听到 对不对 所以晚上睡觉 真的每一晚都会祈祷 到应该是真的要 要谈解约的事 和谈赔钱的时候 这段都搞了很久 但是后来都很顺利 都可以解决了 所以其实当时也很感恩 原来都真的 主要是真的听到我说话 2010年 李彩华 参加了当时的 《红黑黄》报道会 还在聚会中 缺制慎主 最后缺制 我突然听完他们唱歌 唱完歌之后 突然觉得很感动 一直在狂哭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感动很圣灵 因为以往 可能是拜偶像 那些 完全不会有这些感觉 不会毋端伯伯伯伯伯在哭 但是那次 播道会 听完他们说话 再听他们的歌声之后 我突然那种感动 真的从心里 我觉得自己是谁都难倒我 要冲出去决志 一次的感动 不足以令李彩华 决定一生跟从耶稣 但过往认识上帝所经历的恩典 令他确信上帝的真实 我记得有一次在内地工作 拍电视剧 拍到差不多拍完 之后有两套又要再选择 但两套都不知怎么选择 其实中间都有跟妈妈 因为妈妈是我的经理人 中间都会有一些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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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说哪一套好一点 突然之间 那时就收到一个信息 其实就是 蔣麗萍 发给我的 其实原来她是没有发送的 中间写的东西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自己去想 你的前程是怎样 主会帮你安排好 他会帮你整理好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不用他担心 不用他想那么多 你交托给他 其实那个信息就是 蔣麗萍送给我 但是我打给他 那位是哪位 我说我是Ring 我说你之前传了一个信息给我 他说是吗 我传了一个信息给你 他说他没有传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息是很… 是令到我觉得很震惊的 那一刻是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为了 工作上的东西去怎么选择 而觉得有些惆怅 有些烦恼 还有跟妈妈有些爭吊 但突然间传了一个 叫你不用想那么多了 主会帮你安排 因为自己想完是觉得 未必会实现到实行到 反而会令到你觉得很头痛 还有很烦 反而一到你真的想得太多很烦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祈祷 就说我也是把我交托给主 你帮我去安排 我都不要由我决定 你一定会选一个最好的 就是工作要选最好的 人也会选一个最适合我的 给我 工作懂得交托 但面对爱情 李彩华又可不可以轻易放手呢 人生一半岁月都在娱乐圈度过 只得三十岁已经见尽人情冷暖 是非曲折 往后的人生 李彩华又会不会选择不一样的路呢